磚塊踹著啦啦還丟包 二男嗆我就是不爽 這位仁兄你會不會太殘忍了啊 拿磚塊K狗又踹的 這事情已經拍下你的虐狗惡型了 前天凌晨2點20分左右 高雄左營這個林先生拿磚塊 猛砸猛踹被綁住的黑啦啦 時間長達10分鐘之久 被民眾錄影投訴 關懷流浪動物協會 警方獲報一件影片也大驚 只虐狗男之前就被抓過 昨晚6點多通知他到案 他說打狗的理由近視 因為他被追咬不爽 可惡的是他後來竟把狗狗放走了 被打的當時打完狗 狗就帶走了啊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來狗竟不見了啊 那是三人來這裡 你一半都知道 你不要醒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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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保處表示 虐狗男的行為最重可罰7萬5 如果狗狗被打死了 最重可被關上一年 而這隻黑啦啦 可能被丟在蓮池潭附近 請網友們幫忙留意 動新聞高雄報導